今天我们做肉丸子 没有用猪肉 用的是鸡胸肉 因为猪肉真的是太贵了 我们先将鸡胸肉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鸡胸肉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再准备两个胡萝卜 削去外皮 去掉头尾 然后对半切开 先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给它切成小碎丁 将切好的胡萝卜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节大葱 将它切成细丝 然后剁成末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切细丝 最后也切成末 然后将它们加入到胡萝卜里面 再将鸡胸肉倒进绞肉机里面 将它搅成肉泥 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刀直接剁一下 浇好的鸡胸肉加入到胡萝卜里面 重点来了 加入一碗的米饭 加了米饭的肉丸子会更加的紧实 Q弹 然后往里面倒入两个鸡蛋 再加入食盐 加入一点花椒粉 然后加入生抽 加入一点料酒去腥 加入两大勺的淀粉 最后来上一点点老抽 给它上一下色 用手将它抓匀 将肉抓匀之后 朝一个方向搅拌至上进 能够看到肉里面有拉丝的效果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肉泥放在手心 像这样来回的挤出丸子 挤圆为止 再来看一个 油温6-7成肉下锅 用中小火来炸至 炸大概6-7分钟左右 表面变金黄就可以捞出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也可以将油温给升高 复炸30秒 这样的话表皮会更加的酥脆 这样炸好的丸子 真的是特别的香 颜色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里面加了米饭 吃起来会更加的松软 紧实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做肉丸的时候 不要只加淀粉 也不要只加面粉 加一碗米饭 吃起来会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做好的肉丸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下火锅 也可以直接在煮饭的时候 蒸几个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喜欢的朋友 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先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姨